超过了有百人这重创的观光 我们要带您独家直击 就是有台湾游客到首尔知名的明洞景福宫 过去这边是满满的人潮 现在人潮可能只剩下两三个人 而釜山百货公司里头 则是店员比客人还要多 具有代表性的镇海樱花季 主要因为它临近疫情严重的大秋 现在可能会延期或取消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24号的首尔知名景点景福宫 台湾游客直击 门口观光客熙熙落落 对比疫情爆发前 过去的景福宫总有大批人潮 聚集在光化门前驻足拍照 南韩确诊人数急速暴增后 现在游客减少许多 现在差很多 比想象的要差很多 因为从过年到现在 因为corona发生以后 对于我们美国的这个商家 冲击率很大的 以前的话是 比如说300万的营业额的话 现在只算是到了100万 连Shopping不能错过的民动 都被台湾游客拍下 有许多人已经戴上口罩 这是以往从未出现的景象 另一头在釜山的乐天超市里 民众也是戴上口罩 排队等结账 知名的乐天百货 空空荡荡 不见顾客上门 店员比客人还要多 而且即将进入三月樱花季 有名的镇海军港节 恐怕得延期甚至取消 正海樱花季一年能吸引200万海内外游客 不过地点距离疫情严重的大秋 只要一个半小时车程 民众现在纷纷请愿 希望政府能将活动延期或取消 毕竟接连几天确诊数都破百 实在不敢让大型活动再加速疫情扩散 借孙美方谭若仪综合报道